陈布棠在英国的第一次辩护中为委托人赢得了无罪宣判 但他却对此事的真相尚有疑问 大家好,我是沐春 陈布棠和受杀都向大法官沃尔特克斯汇报了昨天的审判过程 沃尔特克斯告诉陈布棠考试合格了 接下来他将以留学生的身份留在伦敦成为一名辩护律师 但他补充了一句,尽管梅根达尔被判无罪 但不要以为昨天战胜了死神班吉克斯 因为梅根达尔还是死了 在昨天庭审结束以后,马车就燃烧了起来 当时梅根达尔就在车内 至于什么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之中 受杀都清晰的记得,在庭审结束以后 梅根达尔说他想留在现场做检证 不过沃尔特克斯明确的说 苏格兰厂没有下达过这个通知 他让陈布棠不用插手此事 现在这里有一个新委托 需要陈布棠尽快处理 和之前一个案子一样 这也是一个没有律师愿意接手的案件 这一次时间宽余些 离庭审时间还有接近24小时 说完他就离开了 眼前这一位是苏格兰厂的 托拜厄斯格雷格森刑警 他在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登场 在海滨杂志中 福尔摩斯的竞争对手就是他 格雷格森说 有一名女子走在布莱雅路上的步行道上 结果背部被匕首刺中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但现在还躺在医院没有醒来 他继续说 我们很快就逮捕到了凶手 明天将会受审 顺便说一句 检察官也是班吉克斯 就是那个被称为死神的检察官 你们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对了 你们可以去拘留室 先了解凶手的情况 他的编号是53 说完他就离开了 两人来到拘留室9号房 角落里坐着一位颤颤巍巍的胡子男 陈布棠听他口音像是日本人 在伦敦能遇到老乡 胡子男很高兴 他就是此案的嫌疑人 名叫夏木述石 是一名日本留学生 来伦敦已经有一年了 他不会知道以后 他会成为日本的国民作家 更不会知道自己的头像 会被印在1000元面值的纸币上 对于他被捕的原因 夏木激动的说 他看到受害者背上插着匕首倒在地上 而且就在他眼前 但他却没有看到凶手 夏木继续说 发生凶案的那天是黄昏时分 伦敦的大雪出庭 他在二手书店买了书 接着准备回到自己的公寓 空荡荡的步行道上 只有他和另一个人 当时他本来想穿过 前面绿色外套的人 但那人突然发出一声 短促的叫声 然后躺在了冰冷的地面上 接着他上去查看 那人却一动不动 当时手足无措的他 下意识选择了逃离现场 也就是说 夏木和受害者并不认识 而且案发时 路上只有夏木和受害者两人 那夏木是怎么被捕的呢 夏木激动的说 是他 案件发生的第二天 一群人闯入了我租的房子 其中一个人就是福尔摩斯 他自称是名侦探 夏木问陈步堂 明天是有你为我辩护吗 陈步堂说是的 但我和你一样 也是留学生 而且我只作为辩护律师 上过一次大英帝国的法庭 夏木难过的说 我明白 除了你 没有人愿意为我辩护 离开拘留室后 两人来到案发现场的布莱雅路 苏格兰厂的警察们 还在现场进行调查 此时格雷格森出现 伦敦巡警的工作十分辛苦 每天早上 他们都会用长长的杆子敲窗户 叫醒整个伦敦 之后就是整日无休的 在伦敦巡逻 而且步行距离也是有规定的 一天至少要走20英里 这距离可以徒步从东京走到横滨 等到天黑以后 他们需要点燃伦敦的瓦斯灯 这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接着格雷格森说 我们回归正题 案件发生在两天前的傍晚五点左右 案发地是一个事业很好的步行道 受害者是一名年薪女性 倒在路上 背后插着一把匕首 但她还活着 只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还没有醒来 所以目前无法从受害者嘴里得到任何消息 格雷格森蒂给陈布棠一张地图说道 案发现场只有受害者和凶手 以及两个决定性的目击证人 证人同样也是苏格兰场最值得信赖的警察 他们将在明天的法庭上出庭作证 接着陈布棠和寿沙都决定去福尔摩斯那里打听消息 两人乘坐马车来到贝克街221号B座 福尔摩斯的事务所 屋内空无一人 看来福尔摩斯不在 此时耳边传来了声音 来者是个双马尾女孩 她热情地向陈布棠两人打招呼 原来她叫爱丽丝华生 和福尔摩斯一起住在这里 此外她还是昨天庭审中 吉娜所使用烟雾弹的发明者 另外她虽然只有10岁 但已经是医学博士 并且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集也是她写的 至于滨海杂志上写的华生是一名绅士 那是为小说特意改的 毕竟如果一个侦探带着一个10岁的小女孩探案 确实有点奇怪 陈布棠询问爱丽丝 福尔摩斯去了哪 爱丽丝告诉两人 福尔摩斯去夏木的公寓调查了 两人来到夏木所居住的公寓 这里距离案发地点很近 刚进门就出现一个身材臃肿的女仆 两人说明来意后 女仆带她们来到客厅 公寓的主人名叫约翰·加里德布 加里德布指了指膝盖说 不好意思 她的腿脚不带好 无法起身 她说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 现在有一名什么名侦探正在夏木的房间里调查 公寓的一楼和二楼各住着一个房客 一周前二楼正好空出来 夏木就是在一周前才搬进来的 女仆说她老早就觉得这个夏木十分可疑 因为她经常流着汗 还用惊恐的眼神四处张望 并且每天睡的都很晚 寿沙都很吃惊 夏木和其他房客住在一楼和二楼 三楼的女仆是怎么知道他们的作息时间的呢 女仆知道自己的话有点多了 唐瑟说是无意中看到的 寿沙都询问 案发当天下午五点左右 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吗 家里德布说 下午五点当时应该是在吃饭吧 不记得有什么可疑的事情 她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女仆用咖啡打断了家里德布 从两人的行为举止来看 似乎有些可疑 陈布堂和寿沙都来到二楼夏木的房间 房间内到处都是堆砌如山的旧书 看上去十分压抑 房间也十分昏暗 原因是原本的窗户 被砖头封死了 在书桌上 寿沙都发现了一张二手书店的收据 陈布堂继续搜查整个房间 在一堆旧书里 他看到了那个久违的男人 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说 那天他刚到伦敦 就被苏格兰厂的人拉去了现场 不过这个案子很简单 三十分钟就搞定了 寿沙都生气的问道 所以你们就逮捕了夏木 福尔摩斯说 你好像误会我了 我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凶手 苏格兰厂要求我查清 从案发现场逃走的男人 从现场掉落的书来看 这些书是在一家旧书店买的 问过书店店主以后 马上就知道了这个公寓 至于夏木是不是犯人 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想再来这里看看 对了 你们已经和房东打过招呼了吧 寿沙都说 是的 我们还看到了女仆 福尔摩斯说 对的 在英国 是否雇佣女仆是件很重要的事 拥有一个女仆 就可以躋身中流 福尔摩斯认为 房东家里得布 可能隐瞒了一些事 不过并不清楚 是否与此案有关 陈布团询问福尔摩斯 为什么这间房子的窗户 是被堵死的 这很好理解 窗户税 原来在伦敦曾经有过窗户税 就是用窗户的数量 来计算税金 也就是说 窗户需要交税 所以穷人只能将窗户堵上 而有钱人则可以开很多窗 不过窗户税 在40年前就被废止了 只不过 有些年久失修的公寓 还保留着当年的痕迹 福尔摩斯说 目前确凿无意的事实有两个 请你们务必记住 夏目术时 两天前从案发现场逃跑 有目击者看到了他 陈步堂再次来到房东这里 刚好福尔摩斯也在 他开始表演他的推理 加里德布 你是一名退伍军人 所以腿有伤 你在家里养着一头可怕的猛兽 证据就是眼前这些地方 很明显 他们被猛兽肆虐过 而这猛兽真实身份就是 他顺着加里德布的眼神看过去 狮子同校 你对百兽之王抱有强烈的敬意 所以你从印度买来了真正的狮子 在家中饲养 这就是你房间里留下的爪印 但目前我们在房间里并没有看到狮子 原因很简单 答案就在女仆的口袋里 这是马戏团的海报 你们把狮子送到了马戏团里 你对那个猛兽投入了感情 失去了宝贵的东西 顺着加里布德的眼光 没错 这就是你所承受的痛苦 账单 信封里都是账单 满满的一车肉 番薯 小麦 红茶 饲养一只狮子给你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你只能选择放手 福尔摩斯看向女仆 顺着她的眼神 她看到了饭桌上的蛋糕 加里德布和女仆目瞪口呆 很显然 福尔摩斯的推理很不合理 寿沙都提出疑问 如果真的是狮子那加里德布和女巫 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完好无损 下来轮到陈布棠 他顺着加里德布眼神 再次看向狮子铜像 后面的结婚照 两人看着很幸福 但照片里却看不到加里德布夫人的脸 陈布棠指出 猛兽的真正身份 其实是加里德布夫人 虽然她看不出长相 但从手臂可以看出 她应该十分健壮 也就是说 在这间房子里肆虐过的 应该就是加里德布夫人 她指了指边上的墙 现在的问题是 加里德布夫人去了哪 弗尔摩斯再次看向女仆 我想秘密应该就是你 他指出女仆手上戴着的戒指 你的戒指和婚纱照上的戒指一样 也就是说 你并非女仆 你的真实身份 是加里德布夫人 加里德布说 不愧是名侦探 的确你们说的没错 这位确实是我的夫人约恩 其实加里德布并不富裕 所以没有钱雇佣女仆 但她却是个十分要面子的人 如果加里连一个女仆都没有 那实在太丢人了 所以在加里来客人时 约恩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女仆 加里德布应该十分疼爱自己的夫人 但她的表情却十分痛苦 而且她一直侧脸对着大家 果然和陈布棠想的一样 那是因为耳光的痕迹 那约恩为什么要扇自己丈夫耳光呢 此时约恩的眼睛一动 顺着她的眼光 陈布棠看向之前账单附近的书 原来里面夹着一张纸片 上面写着詹姆斯我爱你 署名梅雅丽 此外还有一个口红的印记 的确这换成哪个夫人都会生气 说话间 约恩又扇了加里德布一个耳光 加里德布大声说 约恩我已经解释过了 这本书是在二手书店买的 买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已经夹在里面 我并不认识写信的这个女人 很显然 约恩并不相信丈夫的话 所以两人在房间里大吵了一架 从餐桌上的竹台和毛毯上的烧焦来看 那天两人在房间里吵架 引发了一场火灾 加里德布说 的确 当夫人看到纸片的时候 她暴动了 那场火灾也是一瞬间燃起来的 当时屋里浓烟滚滚 由于火石很大 有些家具也被烧着了 说着她打开窗户边的屏风 这个书架上放着我平时喜欢看的小说 那天 他们被大火吞噬了 就连我最喜欢的书 狮子王物语也被烧着了 当时夫人还将书往这里扔 我整个人都被逼到了窗边 陈不堂询问 发生这件事大概在什么时候 加里德布摆弄着烟斗说 我记得很清楚 是两天前下午五点左右 因为当时正准备吃晚饭 也是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可怕的案件 时间来到第二天 在候审市里 陈不堂看到了眼全发黑的夏木 夏木紧张的一个晚上 都没有睡着 而且刚刚进来的时候 他看到法庭的旁听席 已经聚集了好多人 寿沙都拿出报纸说 报纸上报等了班吉克斯的信息 这位已经离开法庭好几年的检察官 在前天才审理了梅根达尔的案件 两天后又接了一个无聊的案件 不过这两个案件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辩护律师 都是陈不堂 随着法官铁锤的敲击声 陈不堂在英国的第二案庭审开始 法官看向六名陪审员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六人回答准备好了 于是检察官班吉克斯 开始陈述案情 本案的被告是来自岛国的留学生 夏木树石 前不久他在步行道上 将匕首插入了一个无辜淑女的后背 接着第一位证人站到了证人席 他就是格雷格森 他是负责调查本案的苏格兰场的刑警 他说本案的受害人名叫比利捡格林 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女性 她目前还在医院没有醒来 班吉克斯说 被告很幸运 由于被害人没有死 他不会被指控谋杀罪 接着格雷格森拿出案发现场附近的地图 案件发生在三天前傍晚五点左右 现场是布莱雅路的步行道 被害人格林小姐当时走在步行道上 那时候被告偷偷从背后靠近 把匕首刺进了他的后背 说完他把资料和匕首交给了法官 法官问凶手的目的是什么 格雷格森说 应该不是抢劫 从被害人身上的物品来看 他是一个贫穷的学生 而且两人互不相识 夏木平时除了去二手书店以外 很少出门 当夏木被捕的原因是 案发现场事业很好 而且那里除了被害人和被告以外 没有其他人 另外被告当时就逃离了现场 不过他在现场留下了他的物品 旧书 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旧书找到了被告 并将其逮捕 说着格雷格森掏出案发现场的照片 的确可以看到在被害人周围散落着几本书 他问格雷格森 被告夏木每天都会去二手书店吗 格雷格森点了点头说 没错 那是一家专门经营英国古老文学作品的二手书店 书店离被告的公寓很近 名叫波旁屋 它位于布莱雅路和梅夏姆路的拐角处 而被告的公寓就在这边 从地图上看 被告回到公寓会经过案发现场 对此陈布森有些质疑 他拿出夏木房间找到的二手书店的收据说 案发当天他买了三本书 但书店名并不是波旁屋 格雷格森说是的 事实上波旁屋的附近还有一家二手书 不过书店很小 所以就没有提到 陈布森拿着地图说 如果是波旁屋 夏木的确会经过案发现场 但如果不是波旁屋 则有可能不会经过案发现场 法官让格雷格森指出那家小书店的位置 他挠了挠头说 这里 这和陈布森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因为如果是在这里 那夏木还是有可能经过案发现场 但他思考片刻后说不对 从这里回到被告的公寓 并非只有一条线路 如果往这里走 同样也可以回到公寓 班吉克斯大笑道 谁会在大冬天绕远路 陪审团十分赞同 法官大声问 陪审团请告诉我 你们的决定 六名陪审员意见统一 天平倒向有罪一边 这一次陈布森已经有了经验 他再次提出使用最终辩护 下面进入询问环节 二号说 现场只有被告和被害人两人 而且被告说 眼前有一个穿绿色外套的人倒下 三号说 在大冬天 根本不会有人愿意绕远路回家 所以一定是被告从背后 刺伤了被害人 五号不耐烦的说 快结束吧 我还得去找今天的工作 如果不工作就无法生存下去 而且找活干要去得早 比如案发当天 他在梅夏姆路挖了一天的路 陈布森似乎找到了突破口 他拿出地图 如果案发当天 梅夏姆路在修路 那夏姆就没法穿过这条路回到公寓 所以被告不得不绕远路 此时陪审团的意见发生了改变 三号和五号改变了选择 他们选择被告无罪 陈布森继续聆听其他陪审员的陈述 六号说 当天他也去了那家书店 而且那天很倒霉 他在卡拉巴销路上不小心滑倒了 陈布森说 在案发现场 除了被告和受害人 没有其他人 那被告所说 他看到有人倒下 会不会指的是六号 所以当时被告并不在布莱雅路上 而是在卡拉巴下路 听了陈布森的话 二号和六号将手中的火球 扔向了无罪的白色天平 庭审再次发生改变 法官大声宣布 目前四名陪审员选择无罪 庭审继续 陈布森又一次取得了逆转 此时班吉克斯提出了异议 他说案发当天 五号确实是在挖路 但范围只有两码 这完全不影响通行 五号说确实是这样 当时有很多小孩都是直接跳过去的 接着班吉克斯传唤了新的证人 两位证人来到证人席 他们分别是帕特里克奥玛利 他是一名巡警 以及他的妻子罗拉奥玛利 两人才结婚不久 并且前几天 刚过了他们结婚周年纪念日 帕特里克看上去非常困 班吉克斯说 伦敦的巡警是全世界的骄傲 同时也是最辛苦的工作 陈布棠想起了之前 格雷格森和他说的话 巡警非常辛苦 而且在其管辖区如果发生了案件 就算非值班时间也要参与搜查 班吉克斯说 案发当天这对夫妻 从反方向路过案发现场 布拉雅路 并目击到了案件 罗拉说是的 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们准备找家餐厅就餐 当时我们看到在步行道上 有两个人朝我们走来 其中一个突然倒地 另一个东西散落一地 然后逃走了 接着我们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并通知了附近的警局 罗拉说他和帕特里克都看到了 逃走的是一个日本人 法官说 这就是决定性的证据 下面轮到陈布棠询问环节 陈布棠提出质疑 伦敦这么大的雾 而且当时还在傍晚时分 他们两人是如何看清被告的 罗拉说 伦敦虽然有着很大的雾 但因为长时间在这里居住 所以已经习惯了 他非常确定 他看到的就是被告 看来两人确实看到了夏目 陈布棠陷入沉思 罗拉觉得陈布棠似乎不太相信他的话 他说他非常确定自己所看到的 而且还记得当时散落在地上的四本旧书 书名分别是 什么肖像 什么物语 什么木琴 大海语什么 陈布棠摇了摇头说 不对 案发现场应该只有三本书才对 他拿出二手书店的收据 上面写着数量是三本 罗拉说我不会记错 我真的看到了四本书 陈布棠说 从现有的证据看 你确实是记错了 那么你刚才所说的看到凶手逃走 应该也不值得信任 台下一片哗然 此时班吉克斯提出异议 因为罗拉给出的证词是准确的 现场确实有四本旧书 班吉克斯拿出另一张照片 从照片上看 现场确实有四本书 班吉克斯还拿出书店的收据 比较了书名 鲁克库式的肖像 坎特伯雷木琴 大海与加伯利欧 正如大家所见 这与罗拉刚刚说的书名 几乎完全一致 他的记忆正是叹为观止 那收据上没有写第四本书 又是为什么呢 班吉克斯说 这并不奇怪 这第四本书是在被害人的手里 也就是说 这本书是被害人自己的书 接着班吉克斯将第四本书的资料 作为证据交给了法官 现在所有的证词和证物 以及所有的检证工作都已经完毕 本案已经清清楚楚 陈布棠有些不知所措 一旁的受杀都严肃地说 你说的不对 检察官大人 所有的检证工作已经完毕 这个观点太无断了 陈布棠大声说 殿方要求举证 就是这张照片上被害人手里的第四本书 这里还隐藏着没有讨论过的线索 法官要求陈布棠指出第四本书上的重要线索 那就是书的背面 是完全被烧焦的状态 这本书根本是看不了的书 为什么会在被害人的手里呢 陈布棠想到一个可能性 这本书真正的主人 是被告夏木所居住公寓的房东 家里德布夫妇 而四号陪审员正是家里德布夫人 约恩 四号连忙说 我是女仆 不是夫人 你们搞错了吧 这种麻烦事 还是先放一放 陈布棠无奈地说 我想询问四号 这本书是家里德布房间里的书吗 对于这样毫无证据 就询问陪审员 在大英帝国是不允许的 陈布棠解释说 我也是恰巧知道 案发当天 其实在家里德布房间里 发生了火灾 他把之前和福尔摩斯 在家里德布房间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告诉了法官 以及家里德布 失去了他最爱的一本书 书名为《狮子王物语》 这和案发现场 第四本书的书名是一样的 班吉克斯说 这绝无可能 一定是巧合 陈布棠说 当时夫妻两人吵架 冤夫人非常生气 不断丢东西攻击窗边的 加里德布 也包括这本书 将燃烧的书扔向窗边 法官非常吃惊 难道当时这本书 飞出了窗外 掉到了现场 班吉克斯说 苏格兰厂对案发现场 进行了搜查 并没有发现 加里德布房间的玻璃窗 有任何损坏 的确 窗户确实没有任何异常 陈布棠说 因为那个时候 窗有可能是打开的 班吉克斯反驳道 案发时间是在冰冷刺骨的冬季黄昏时分 这个时间不可能有人会打开窗户 此时四号非常生气 他认为陈布棠 把夫妻吵架 以及女仆的事情公布出来 这跟案情完全没有半点关系 完全是在恶意重伤伦敦市民 虽然陈布棠没有那个意思 但事情好像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六名陪审员此时意见又达成了一致 他们认为被告有罪 陈布棠站了起来 他告诉法官 辩护方要再次主张 最终辩护的权利 陈布棠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会放弃战斗 法官询问 陪审团准备好了吗 一号陪审员说 被告在现场留下了证据 那就是三本旧书 二号补充道 如果还有其他可能性 我可能会重新考虑 三号说 是的 就算那个大神扔了书 只要关上窗户也就没有意义了 四号说 而且只是扔书 已经很轻了 又不会死人 六号说 话说回来 最近我家也着火了 那是去年的事 当时 我过生日 并在生日蛋糕上 点了75根蜡烛 但在吹蜡烛的时候 蜡烛飞遍了整个房间 于是房间就着火了 火蔓延到家具上 当时整个房间都被烟雾笼罩 为了通风 才把窗户打开了 陈不堂再次找到了突破口 那就是三号和六号所说的话 那时候 家里德布的房间也着火了 陈不堂清晰地记得 家里德布说过 在着火的瞬间 整个房间烟雾弥漫 于是他询问四号 家里德布夫人 可以告诉我们案发时 你们的窗户是打开的吗 四号说 窗户打开又怎么样 我当时没有注意 只是继续朝他扔东西 陈不堂问 那这本狮子王物语 也跟你丈夫所看的书 是一样的吧 是的 这确实是我丈夫喜欢的那本书 当时自己实在太生气了 扔的什么根本就不记得 确实 女人在发火的时候 什么都会扔 陈不堂突然想到 既然四号昨天在发火的时候 什么都会扔 那除了狮子王物语 会不会还有其他东西呢 他拿出证物匕首说 那这把匕首你见过吗 此时 全场陷入一片哗然 班吉克斯说 这是案发现场的凶器 加里德布夫人 怎么会知道 陈不堂眼神坚定的说 案发时 加里德布夫人 对着窗边的丈夫 扔出他手边所有的东西 陪审团提出质疑 怎么可能扔得这么巧 刚好落在被害人的手里 陈不堂看向加里德布夫人 再次问道 这把匕首你见过吗 此时加里德布夫人当场晕倒 看到这一情形 陪审团再次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此时2号 1号 5号 3号 将手边的火球 投向了无罪的白色 庭审又发生了变化 班吉克斯说 陈不堂 你真是太可笑了 他拿出案发现场的地图说 案发现场和被告的公寓 中间隔着一条大马路 距离足有15米远 即使是狂烂的嘱咐 扔出烧坏的书 也不可能飞越15米的距离吧 此时帕特里克醒了过来 他迷迷糊糊的说 为了这一个出现我负责辖区的恶汉 我已经一个月没有睡觉了 法官说 针对辩护人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性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帕特里克说 加里德布夫妇与本案无关 因为那个房间的窗户是上悬式的 在罗里去寻找巡警时 我的双眼片刻都没有离开过现场 沉不堂不解的问道 那是什么窗户 旁边的寿沙都回忆道 应该是这样的 窗户为了换气是可以打开的 但上悬式窗户只能这样打开 班吉克斯说 是的 这种窗户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脚链 只能开到一定的角度 所以即使窗户打开 东西也不可能飞得这么远 寿沙都问帕特里克 加里德布房子前的步行道 是谁的负责区域呢 帕特里克回答说 那一侧步行道 是我们负责的区域 罗里继续说 如果那天晚上是在那边发生的案件的话 我和帕特里克就没有办法共进晚餐了 陈布棠说 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因为案件刚好发生在 帕特里克管区之外的地方 罗拉说 你是又在怀疑我们吗 那天晚上 我们的确看到被告丢下书落荒而逃 但没有看到燃烧的书 或者匕首飞过马路 帕特里克说是的 所以他才让罗拉去警局报案 当时他还在现场足足等了15分钟 罗拉解释说 那是因为他把帕特里克所送的鲜花给弄丢了 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 班吉克斯说 你所说的花难道是这个吗 是的 罗拉兴奋地说道 法官询问 这束花是在哪里发现的 班吉克斯说 根据现场附近的搜查报告说 这束花是在步行道的角落发现的 因为是在案发步行道的另一侧 所以当时觉得和案件无关 陈布棠说 这就很奇怪了 帕特里克说 案发现场他一直都在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那花为什么会跑到马路对面 还有从家里得步房间扔出来的狮子王物语 应该掉在西侧的步行道上 但事实上他却跑到了马路的另一侧 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除非有人故意移动 陈布棠严肃地说 只要是案发现场的东西 随意移动就是犯罪 这是伪装现场之罪 而能做出这个伪装工作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帕特里克奥马里巡警 因为他想移动案发现场 对于帕特里克来说 那天是特殊的一天 为了那一天 帕特里克精心准备了一切 案发时 他们正准备共进晚餐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在布莱雅路上 目击了那起案件 但帕特里克 无论如何都想庆祝 他和罗拉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陈布棠拿出警章说 负责管区内的巡警 在发生案件时 即使不是当职时间 也要参与调查 我想这就是帕特里克 移动现场的理由吧 帕特里克泪流满面 他说当时 他以为被害人已经死了 真的很抱歉 但是他也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那就是罗拉的那束花 法官说 两位证人的询问就到此结束 你们可以先下去了 现在案发现场发生了变化 班吉克斯说 但不变的事实依然存在 被告夏木 依然是唯一可能行凶的人 陈布棠反驳道 唯一是不对的 因为还有一个人 可以做到这一切 那就是家里德布夫人 陈布棠询问四号 到底有没有见过凶器匕首 四号情绪激动的说 没有见过 当时我朝那个人扔了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而且检察官也说了 陪审员不用作证 班吉克斯说 我可不记得我有说过这种话 四号陪审员不用误会 陪审员并不拥有特殊权利 如果你见过这把匕首 那就要说出真相 四号慌乱的说 这种匕首满大街都是 我家就有好几把 就算少了一把 我也不会知道啊 除非你们能拿出决定性的证据 此时约恩和家里德布 来到证人席 家里德布说 那天吵架的时候 约恩将手中的东西 一样样的扔过来 我当时手里就拿着这个烟斗 不过也被打飞了 在我想捡起来的时候 发现烟斗已经被踩断了 陈布堂仔细观察 家里德布的烟斗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金属碎片 这像是某种利器的刀刃 再仔细一看 凶器匕首上确实少了一块 而这缺少的部分 刚好和家里德布的烟斗里 发现的碎片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约恩将匕首扔向家里德布 匕首将烟斗撞飞 他的一部分被遗留在了烟斗内 也在这个时候 匕首从窗户落下 刺中了被害人的后背 约恩反驳道 这也不对啊 如果是这样 刺中的应该是被害人的头部 而不是后背 陈布堂说 被害人后背插上匕首的原因 是因为这本书 他当时应该正在弯腰剪书 正好被匕首刺中 陈布堂继续说 也是在这个时候 被害人身后走过一个人 那就是被告夏木树时 他刚好目击了被害人 在他眼前突然倒地的样子 在博物中 他并没有看到从天上掉落的匕首 所以从现场逃走的真凶 根本就不存在 这只是一系列的偶然 所引发的可悲的事故 此时约恩说 从最开始看见那把匕首的时候 我就在想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就算故意也好 不是故意也好 所有的一切终究还是因我而起 法官宣布最终判决 被告夏木树时无罪 评审结束以后 夏木告诉陈布堂和寿沙都 他准备返回日本 在伦敦的这一年多里 他学习了很多 他要把学到的文化带回日本并传播 一旁的福尔摩斯说 那你们呢 陈布堂 我记得你们还没有住处 如果不介意的话 你们可以来我的公寓 我正好有一间房间空着 并且已经让爱丽丝打扫干净了 就这样 陈布堂和寿沙都在伦敦 拥有了自己的事务所 陈布堂和寿沙都在伦敦